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的主持小玲 又不是二啦 無限啊,贏者 那今集要講的動畫呢? 還是說一句,虛冤就算怎樣爛也好,都不會死人 什麼不會死人,死人 不是,觀眾不會死人 雖然一隻觀眾都不會死人 我都明白的 最少這部影片不會爛啦 對啦,最少這部影片不會爛 今天要講,兩位翻啦 《Psycho Plus》 嗯,近SF的作品 肯定是SF 日本人真的很喜歡用九龍城寨 現在就說了一件事 他們來說是一個浪漫 尤其是虛冤很喜歡九龍城寨 尤其是 可以這樣說啦 設定方面 我們都預計過會不會有些人可以操控自己的犯罪術 最終都不是操控的 根本上 那一件事是說 我那時候是說 槍ppers 不可以判斷犯人 不可以判斷犯人 是有罪 用不了槍的話 我們之前也說過 第一個事件是 阿珠是第一次去現場 最終不是射反,而是射子要靈 第二件事件就是在工廠裡利用機械人去犯罪 巴哥巴的故事其實很體在某一件事 推進是一級一級 事件要嚴重性 對故事的解構都會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個是他做得很好的地方 易消化,每件事都不太頹 雖然之槍我經常覺得是很煩的 香港的槍不現實 他還要定在很久的瞄準 你要殺的時候還要變形 變什麼型 一槍就搞定 我明白阿毛的說話 槍是改變模式 槍是不用改變模式 然後就可以射 用鬼嗎 最好拿上手就可以開槍 透用現代的軍事來說 槍當然是一個中距離的武器 其實那個時間性很重要 你這次遇到那些犯罪 基本上全部都是沒有槍 基本上 用得最厲害的招 已經是拿一支釘槍出來 一釘你幾十東西都未必會死 全部釘腳枝尾不死 雖然你手槍四腳枝尾不死 但你說你現在拿著槍是對這些人 你肯定會躺在那裡 真的不是你說 你覺得不夠打 你要明白 他的槍整個流程是很順暢的 警察的流程 第一步 一到現場 看到那個犯罪 他們要做什麼 拿著槍對著他 我是公公公 誰誰誰誰 放下你的武器 接著就是 為一筆時間的槍 去scan 不是 因為受限了這個 Internet的速度問題 發出一個犯 辯認新犯 Internet通訊 這個犯是數字幾多 發出一個數字回來 嗯 可以執行對象 然後抗認啟動 應該是 那支槍已經自己可以detect 不是 要聯網的 你見工廠社是聯網 所以馬上無法用到支槍 就算你說這一點 你說關於武力這件事 其實你在現代社會 有一件事 就是說法力應該是有人手 主要原因是 因為你背後有一個 強大武力在那裡 不是說警方那麼簡單 例如說如果國家來說 是有軍隊 有特種部隊 那你是會知道 就算你有幾行匪 拿著幾支槍槍 你也不會救那些特種部隊打 但現在它這個城市 不是喔 它這個城市來說 因為系統的存在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軍隊 這件事 你說見到 在中間衝券有些時候 哇 世界大亂的時候 喂 就是靠警察出去 不是 警察說什麼警棍啊 大佬 設定上 是有一幫 窩蜂型的機械人仔 平時維持子安 一感覺到 如果檢查到數字有問題 就檢查到你 但其實那些有什麼用 它有沒有震報的效果 對人沒有那麼多效果 至少在我們22集的劇情裡面 功用就是 有人進去 他會響警部 系統就會偵測他 就是死了 牛仔只剩下 只剩下 而實際上 如果這件事 都是 用回OO的理論 OO 做自殺式襲擊 要整個機械人出來 其實這裡呢 整個鏡頭出來就可以了 其實 你進去的時候 整個鏡頭 刮到 原來是飛法進入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那部機械是指板 好像我們現在香港 你看到那個指板公仔 但是我們還是不要理會他的 啊 沒有是說一件事 是正確的 你說武力那件事 就是因為 我們會守法 在某個理論來說 就是因為 我們服從於某一個的武力 或者就是說 我們信從這件事 而 產生就是約束力 我們會去遵守 在這個 政府或者這個勢力的情況下 他所定下的法律 所以才有這件事 當然那支槍 我想大家都不用數了 那支 Terminator 那支這樣的東西 他因為瞄準 而被那個反而走掉的次數 我想幾乎是接近每一集都會出現過 次數都是對著他之下 接著他走開了 接著 其中一個角色說 嘶 然後接著他就會 然後接著去吹 這件事再瞄準一次 這件事又再瞄準一次 這件事發生的頻率是極高 當然 這個System Service系統裏面 其實他們是沒有想過 去優化這件事 其實 他先把網絡搞定 那當然你說 故事裏面 就是執行官那班 和監察官 大家都知道 監察官其實在說話 就是什麼 我不做的 你搞定他 即是 他們其實拿著這支槍 他們拿著這支槍 就是對著 對著那些執行官 那些執行官的槍就是對著 對著那些犯 但是呢 當那些槍沒有用的時候 怎麼辦呢 其實我那時候 進去之後 我一開始看過其實 會不會有人反他們 沒有下我的槍 反他們是什麼意思 第三第四集應該要爆點 是吧 死個執行官 即是前線的 開罷工 要抗議 不過 他一開始 因為 哨戒時那個佈局 就是說 這班人 他又不當他們是人 那這班人 又好像很有個性 又明顯在第一第二集裡面 見到就是 全部是超打得 而監察官呢 他厲害就厲害了 拿著一些 Terminator 即是二爺座那些 戴著眼鏡 經常問我私生 怎麼看都不知道 好帥 你講些話都錯了 我怕我的項目走 怎麼知道自己的項目是壞眼的 本身我覺得 你說執行官 他們兩者之間 跟本身最大的分別 就是 你很明顯見到 好像二爺座 跟他對著執行官 他自己本身是 有好像一種精神潔癖 殺人的事就是你做的 就不關我的事 那當然 如果你拿回 他本身這個例子 他有很多背景 令到他有這種感覺 特別是他老爸 他老爸 原本都不是執行官 因為他 他老爸 如果故事那裡說 其實 當西比斯系統 投入了殺人之後 他應該就是犯罪指數 超高 因為他查案的手法 都類似 你當有犯 其實是很正常的推理模式 其實很多人的犯罪指數 因為你見到他在現場的時候 他是個犯罪指數 他已經捉到一個犯罪指數 因為他已經感覺到殺犯罪指數 在哪裡 我想這裏可以說一說 就是 執行官和監察官 剛才無懷都提了一件事 就是說 落手那個不是我 那個感覺就是 我吃豬肉 我吃而已 不是我殺的 不關我的事 其實 我是為了我的需要 因為我為了這個社會的平衡 我落這個指令 但是 我們知道 殺人是不對的 其實應該說 那個系統本身是想 即是本身 這個系統 設定了監察官和執行官 兩樣東西 是想做這件事 簡單說 就是說 執行官其實才是正正去實行 去殺人 去捉人 但問題是執行官也有機會 是造反的時候 就由監察官去 潛治他們 去修復他們 這個是本身的重點 即是由一群人去 管著這一群執行官 而監察官的條件 就是我們經常 我們在我們節目都要說 你的心理質素要非常之高 非常非常之高 沒錯 高到不行 你會很抽離這件事 你會覺得 是我下命的 但不是我殺的 那不關我的事 其實 所以他本身 你見到監察官 我們有幾個出局 出局常人 但最主要就是 那個男的野左 還有女主角朱姐 那其實 朱姐本身是他的體質 即是他對他很多東西 他那個信念 很堅定 令到他的Cycle Path 基本上就不會改變 其實我這樣想 朱姐和阿野都差不多 他永遠都是那個數值 他不會改變 不是 這個我想是他稍後的時間 講那個系統 對心理 對那個犯罪系統 我才一次過講 因為這個 阿朱姐為何不會降 其實是有些關係 對他來說 另外 還有剛才說 除了之外 而野左本身是有原因的 一是他本身 因為他父親的事 也好 也好 他本身是他的同事 即是說 阿 阿 這兩件事 對於他來講 都令到他非常之痛 會成為Cycle Path 高高一百 後來可能成為被判定為 這個什麼 罪犯 潛在犯 潛在犯 的危機 即是他對這件事 是很害怕 又好 又或者是 我剛才所說的精神潔癖 又好 所以才會找他去做這個位 其實也是有這個原因 而你說野左為何會 做這個位置 因為他是什麼 他是深信系統 他相信了這個社會 定下來的規則 是絕對的 即是不會殺錯人 總之你有這件事 就代表你對這個社會 存在危險 應該要排除 或者隔離 你一開始 其實前半節 其實野左很抗拒 就是無論 陸正就是他父親 以及恥厚他們的白案手法 因為他覺得 他是不認同這種白案手法 他覺得 他覺得 就是因為你們有這種想法 所以你們才會成為潛在犯 如果 我現在這個做法 才是正確的 一直維持犯罪指數 他覺得 不需要去了解這班人 總之系統檢定到他是 他有罪 他有罪 你無論什麼原因 你就是有罪 但反而來說 如果他說沒有數字 沒有數據 沒有罪 沒有罪 說他是反 那他就不會動 因為這件事 在他前期 是惹造他堅信的信念 所以他叫做 他能夠成為執行官 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故事中後期開始 他開始抱有這個懷疑 有改變 因為他看到監察不到的數值 任何種種的條件 以及局長對他說的話 他產生了懷疑 究竟這個系統 是否真的 是絕對可信 他的價值觀有了動搖 反而是經歷了這麼多事件 之後 你也是說得對 價值觀有一個動搖 就是開始懷疑 這個系統 究竟是否一個公平的系統 正確的系統 是否值得follow 是否值得他這麼堅守這個系統 對 堅守這個系統 在他一直的信念裡面 這個是絕對 絕對 沒錯 不會改變 總之他是錯 就是錯 所以他一直可以說 他一直當執行官不是人 其實他當 他由一開始介紹 說這群獵犬來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拉狗 我們放狗 其實應該這樣說 前期來說 其實不想想太多 即是他會覺得 我做我的份內事就OK了 就算我老爸做些什麼 我覺得是他自己如絕 即是他自己想 想到一邊 因為他是潛在犯來的 他是psychopassgo 所以他想的東西 跟我是不同的 所以他會覺得 跟其他這些執行官 是分開不同的 但是到慢慢 他經歷了更多事情的時候 他就漸漸覺得 除了對這個系統有質疑之外 也都自己對於 那些執行官他們的想法 會有些相近 他叫做 從小遊溫室長大 慢慢接受到這個原神 就開始明白到 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那麼簡單 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那麼簡單 即是說 他跟他一開始 去逃避所有事情 不去想所有事情 其實是有改變 當然這種改變 對於這個系統來說 其實是不可見的 對啦 正正就是這個系統 是不想見到 人有自主思考 這個是最終 當然你說 經過了 這支槍有失效的時候 即是說 其實系統不是 100% 可以全面可以掌控任何東西 其實應該是 頭一兩個事件都是 在那個類似九龍城寨的地方 檢查不到 因為他還沒有系統化 然後就是說 去到一些比較深入的地方 即是說 系統都不是可以全面 去掌管一個人 的東西 即是你去到最低下階層 其實 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死活的 總之 還有會隱藏某些東西 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執行官就是 我發生的事件 他們要迫住 這些公共公司 一定會知道的事情 我不記得第三件事件 是什麼 社區網絡 社區網絡殺人 即是原本有個身份 但原本已經死了 有一個組織 不知道什麼事 排在一個人 代替一個活動 類似的事 即是他的網絡 就是一個網絡的idol 但這個人既然已經死了 其實正常來說 他不會說 lock in 相片 他應該不會有這個 可以影像 但發覺他依然 可以登入 基本上就知道 他就是另一個人 所以就查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 他還是說科技 開始說科技的缺點 應該說身份的問題 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的問題 他也會說 其實他跟之後 機械人 博士 全身機械人化的教授 其實這個是前置故事 其實他講的是自我 心理學來講 自我 的認同 如何他發現自我 是由其他人 即是他的眼光 或者他對你怎樣看 而他判別出你自己 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而當好處說 去到虛擬的形象 其實是人家 你做作出來 這個不是真正的你 這個不是 即是你 扮演的另一個角色 當然你說在這件 查案裡面 其實我覺得這件 故事裡面 其實我一開始 我是很死真而野草 這傢伙真的 查案的方式 真的 我覺得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系統 可以判斷他 可以懂查案 當然 因為適合的原因 就是因為什麼 他適合忙 系統要的東西 就是聽聽話話 你要知道的事 上司是不用怎麼做的 是用下屬去做的 你這麼聰明 你聰明到 你猜到系統全在 這樣就不行 這件事 當然你看到 無論是 阿朱姐也是 阿朱姐 他的查案方式 都是很奇怪 爆發說 我是公安局的人 我就想你協助查案 當然 另外那個 即是他那個朋友 最後死了 就說是學生 以前學生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是誰 你這些高在上的人 怎麼會認識我 阿朱姐 年年後第一 我在台下看著你 我當然認識你 你都不認識我 然後就說 我賣個人情給你 當然 這個就是 一個人際交流的關係 這個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反而是 正就正在 死了之後 然後第二次第二次 身分裏面 這樣套到警方的事 我覺得已經OK 這個 不差 這個故事到這個位 那時候 當然 警方豬是 另一回事 當然 我想 他背後 搞了這麼多事情 誰 搞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他其實對警方 那個辦案手法 應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所以 放一個陷阱下去 警方中計 是很正常 這一段 其實 之前都說了很多 很依賴虛擬化 或者 依賴系統 其實我們是會由 阿朱 他日常生活 常常換衣服 然後 他不是出了很多 在那個城市裡 生活的人 有什麼依賴系統 是由 阿朱姐 他日常生活 你會見到 換衣服 起身換衣服 這傢伙真是 等一下 其實有個疑問 他說 他家裡的家具會換的 但怎樣換的 位置不會變的 他有個虛擬影像 但將椅子都在低頭 問題是 阿朱姐這件衣服怎麼換的呢 你當是穿了一套緊身衣 這樣 其實這件事都很奇怪 我一直覺得 因為他那套 就算他上班那套衣服 都是虛擬出來的 全部都是 入了高雄城寨 穿他應該是沒有穿的 不是 可能穿內衣和內褲 就是 這小時候 架上去 我是不是很明白 他的衣服怎麼來的 當然 這件事 就是 有單案查 張特動動了 可以影像的位 以及張特實的位 你看到一定有實在 但這件衣服是虛擬的話 那這件衣服在哪裏呢 其實在網路的事件裏 其實在查案裏說一件事 其實在他們現在這個社會裏 就算真是現實 其實你都是在戴一個虛擬的假面具 你穿衣服也是系統的 你其他人也是系統的 你連出街可以變成你都可以用系統的樣子 無論任何時候 人家都不會見到你 你是不可能建立了一個真正的自我 如果你真的藏起來了自己的話 你是不可能建立了一個真正的自我 而就是 因為被人看的已經不是真實的你 而你都怕被人看真實的你 而你看到其實 執行官其實他們是不用這件事的 你看到他們那間 就算他們訓練那間房 他們是沒有很大的對比的 無論阿齒鵝那些 其實他們是一間很典型 就是普通的一間房 那些衣服都是自己的 裡面是沒有透過系統的東西 變成就好像舊人類和新人類的分別 對呀 這個戶的感覺是挺強烈的 做了一個對比 這個是集裡面要他提及的東西 最終你說那個人就是 最後被阿神道 我觀察完你了 你可以退場了 便當在那個位置 自己拿一下 去冤便當 然後去到 剛才說的 美術那個事件 女校 又是女校 烈奇事件 烈奇 好漂亮 不是吧 他講藝術的主題 就是其實連那間學校的本質都是藝術 因為就是 他是要出產 深歸少女一名 總之是 有一個標準 即是quota 每一年成績 對賭博的女生 對呀 量產深歸少女 供應給各大財團使用 類似 供應給這個社會上 對於這種 有供有求 這個世界一向都是 很低壯 即是他叫做 量產化這件事 其實你可以說是 通常是 社會上有需求 才會做這件事 他的制度其實都幾奇怪 即是說 不讓他們見男人這樣 然後減低那個心理壓力指數 覺得說 喂 他們出街都會見到男人 即是很台禍 不要讓他們出街 真是結婚的 他不知道 宿舍那些連一體 基本上是不會走出校園 即是說 是為了避免那個 心理壓力指數提升 即是 為了訓練他們 就說 其實這樣能夠訓練 但老師是男人來的 想說 答案呼之欲出 這些童人本用的 那些算了 那個故事就是 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 黃寧尼華子 黃寧 我叫他 寧村生寧 寧村生寧 版本真寧 版本真寧 那個故事就是 在這個社會裡面 藝術家 就已經變成了 就是說 要受系統認可的 你才是藝術家 受系統不認可的話 你就已經不是藝術家 即是你不適合當藝術家 這個工作 嗯 那就是他老爸 因為 黃寧哥的老爸 就是什麼 他比較踩界 他的作品 你可以說是 探討人性 所以就被定義 反動 收監 因為他老爸 某程度上 他是認同這個系統 他覺得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人類就不需要去發掘自己 真正的本質價值的東西 而你又可以說 靠這個系統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 究竟是 應該是站在什麼崗位 怎樣才是最理想 然後他女兒就覺得 他老爸已經是 那時候已經是死了 他覺得已經是 因為 已經沒有了一團火 他覺得他任何東西 都已經依賴了系統 就不再有自己的創作 基本上已經是 系統認可了 而他女兒的創作 只不過是 對他父親的愛 你可以說是 自敬 想換醒他父親 全部都是自敬作品 但爸爸好像看不到 在醫院躺在那裡 整個老婆 他不是想給他老爸 他只是想認定 不停改善自己 這件事才是真正的藝術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一個對社會的不滿 一種宣示的表現 因為 除了他父親 其實應該說他父親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父親 本身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但被這個系統所否定 而他自己也從行這條舊路 當然他沒有說 有沒有被系統否認 他也不知道 一開始 你看到第一次拿槍指著他 已經不知道四百多了 那個小狗發 好像差不多整齊 整齊 整齊 最高的 最高的 毀滅 即是 本身他一直都沒有查過 但是 他本身那種心態 因為他父親 也好 或者是 對這個社會的不滿 就形成了他犯下這些罪行 這件事件連帶到 阿齒奧當年 他佈下被殺之後 他因為這樣 而降格成為執行官 那個事件有關聯 這件事件其實是最大的關聯 因為都是用那些 浸屍體的液體 聶齊手法 老實說 他做出來的幾件作品 雖然聶齊 但我又覺得我又接受不了 某程度來說 如果以這幅畫來說 可能真的有藝術性 那藝術性這些東西 又很過人 你又不是會在系統之下 那倒是 真的很過人 當然他找 全部都是找 他那些女兒 他有少少 阿王寧其實是有少少 阿神島那個 即是他 想追求神島那個 就是他想探求 就說 突然之間 你關心朋友 我想看 關心朋友這個主題之下 就是找你來創作作品 嗯 即是他不停是找這些主題 去做這件事 當然他裡面 當然 複製了不少 就是他老爸的 畫裡面的概念 那些東西 最終就是 又再次看到 阿 阿 野作也是廢的 又是 這就也是廢的 又是靠阿子 他說沒有資料 沒有數據 不要動 做事嘛 有些不做不錯 小路小錯 小路不是他 對呀 死又不是他 又不關他事的 小路小錯 小路小錯 寫不到 他經常都叫 寫不到的東西 其實他不理 好像 阿野作 其實經常都叫阿神島 不要再理 當年 當年那件事件 其實 他就這樣說 過了就過了去 寫不到 寫報告很煩 大哥 知不知道 要跟神主交代又要多煩 都不知道 叫我去公安那個 叫我聊天 然後他就給下一件事件的那個 全公自封狗 那個什麼狗 全身類似 那種 那件事件就是 人體機械化 機械的理論 其實人類多麼依賴這個機械 即是 既然你現在生活都用了機械 那我人都用了機械 那什麼所謂呢 這裡 他討論一件事 就是說 教授 那位教授 其實他說 這個是人類的進化 這個是 但是 某程度上是一個退化 因為其實 應該說一個生物來講 痛覺 或者危機 或者任何的感情 其實是 它作為一個生物進化的 一個必要的因素 其實就是 每種生物的 我去到某個地方 我 不能夠 不適應 到慢慢過了幾代之後 因為這樣而適應了 甚至可以進化了一些突化的器官 或者是 強化了某一部分 而令到可以在那個地區那裡生存 那種是進化 他那種就叫做了 它是迴避了那個問題 它是靠機械化去迴避了那個問題 當然 我覺得 他的理論 其實他討論的最棒就是 嗯 我機械化 你不是機械化嗎 你用不到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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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不到網 你用不到網 你怎樣做事 你不懂做事 他舉個例子 就是剛才 阿淑瑩也有講過的那種端末 即是說 你無論出街也好 換衣服也好 你現在都在靠這些電子科技 即是 當這些電子科技沒有了的時候 你基本上都是行動不了 你的生活會很不變 我和你實際一樣 那又有分別 即是就算你說 我當我們現在沒有了電話 沒有了這條電子 倒退30年 做完以前的方法 但你和你機械化 你爛了一塊東西 沒有螺絲 那你躺在那裡 幫你不到沒有螺絲 你說細微的分別一定會有 但如果用回他本身故事的面 當那些人是這麼依靠科技的時候 特別甚至是連這個法治都依靠系統的時候 其實那個差別就會跟我們現在的現實生活相差很遠 他強調的東西其實是有矛盾的 我記得是阿慎島和全公子在有一節裡面去講 聊天啊 講究竟生物是怎樣 即是怎樣才算是一個生物 即是完整的 你可以說是 你要有競爭 全公子他那件事是歪理來的 就是你在一個社會 即是應該說一個生物 一個生物 他為什麼要殺身 他是為了生存 他講的那個生存 他是心靈的生存 但這件事 是一個生物來說 其實不是需要 因為生物生存是為了 他物理上 他心理上的需要 而去殺身 即是你不會見到一隻 一隻無緣無故殺身 他只吃草而已 殺身 殺草 他就是為了殺草 他就是為了殺草 他不會無緣無故襲擊另一隻 有隻兔子經過他 無緣無故踩進去 無故踩進去 無故踩進去 即是不覺意 這件事就很難說 你不會特意踩進去 這件事 在他心靈上他不需要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他講 勃敬天擇的這件事 是扭曲得很緊要 其實是 你說他很想心靈 其實是 全公子自己的變態所為 即是他自己喜歡 做個夜夜狩獵 然後地下的 好像 握了阿神 好像槍遊戲 那樣的場 其實就是他的手撿場 握了阿神 握了阿神 去玩Wall Game 有獵犬有成 這個是他本身自己的興趣 實際上 在他後來 在劇情 他就死的時候 他也有提及過 很久之前 他有個朋友 在他旁邊死了 那一刻 他才真正體會到 那個生命的價值 生命的實在 所以他才對於 殺人的生命 可以令到自己青春 這件事 覺得是這麼有意義 那當然這件事 其實是很扭曲的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經歷 因為他生存了 應該說他所有東西 機械化了 他的感覺就是 在他 大腦裏面 他要感覺到 他自己生存 他只能靠 就是 看到有人死亡 他就覺得 這件事不動 我還動 OK 有點相似 我感覺良好 你可能就離開他 你可能就離開他 阿雪失數 你已經超過300 400 我覺得這兩集來說 都會帶到一件事 就是 探討 作為一個人 和一個機械人的分別 選擇性 你會是喜歡 以人類的身份 經歷新老病死 或是以基人的身份 經歷半身老病死 或是半不死的狀態 去享受這個生活 其實 傳公知他一直想回避 一件事就是死亡 死亡 而一個生物 必定會面對的一件事就是死亡 他想回避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你當什麼 風知境界都提過這件事 都有類似的題材 都是說 我真的想要永生 我真的想要 因為我就是怕死 而他理解就是 而他把這件事扭曲成理解就是 如果我能夠 避免死亡 有方法 避免死亡 就代表我進化了 但任何生物裏面 無論如何進化 都逃不過 就是會消滅 即是說 如果你沒有死亡這件事 你仍然是一個生物 會談到這件事 當然 傳公知 他根本上就是想成為神 他根本上就是想成為神 還有那個後續 就是 朱姐的朋友 因為在這件事件中 被人抓走了 作為人自足 第一次見到 一個很文的角色 第一次見到 一個很文的角色 最終大魔王的角色 他那個角色 我覺得其實挺正的 真的 我覺得很合理 他說中了就是 你們用Terminator那些人 其實 你們經常覺得 其實不是你殺人 是系統殺人 不關我的事 我只不過是同一部分 我找槍對著你 但是 系統要殺你 系統要殺你 我只是按enter 而最終殺你那個是系統 是槍 其實應該是槍殺你 不是我殺你 而槍顯示了 我系統殺你 所以當時 當朱姐 實際拿起 那把獵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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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獵槍說了 你現在是否感受到 生命的價值 只要你無准 我扣一下機棒 我就會馬上死 不會啊 你這把獵槍也死了 應該是他的獵槍 不重要啊 這個不是我們看到的範圍 你不要跟我說槍下的 你不要跟我說槍下的 他這句 其實是 正正正是 剛說出 說明所說 跟你拿真槍是不同的 因為真槍是 你扣不扣一下機板 就是你決定個人的生死 而系統就說 好像現在 那個場合 朱姐拿著 Terminator 不斷對著這個 神島 開不了槍 因為他的Psychopath 不夠高 因為系統不讓他殺 而這個明顯就是罪犯 因為這個是涉及初次就是提及的 人的意志 為什麼用槍去殺人 槍是死物 槍一定會100%回應你的所求 而系統的意思是 只要他說不行 你就不可以殺人 只要他說可以 你不殺人 這其實是一個反著 你裏面就是說 支槍 我正面對著一個400的人 但我覺得其實他犯罪情有可原 可不可以給我麻醉模式 你一定只能夠 你是殺了他 你是放過他 而系統裏面就是 就算你不殺他也有其他人 其實放過他也不行 你也是系統選出來 只是由A這個單元 不執行去B這個單元執行 其實始終都是會有人執行 這個人始終都是 他只有一個選擇死 阿神堂就是 逼阿珠姐就是這件事 你有沒有勇氣去承擔一條生命 這件事 朱姐其實最重要是說 我撒死了兩張 其實我會這樣解釋 我寫了兩張 描不准 沒有主打 我殺你不到 不好意思 其實他根本 那一刻他的腦袋是癱瘓了 其實想不到這些問題 這裏就是 朱姐是不敢去承擔這件事 始終他是由系統 浮育出來的一個人類 客觀條件 他會知道就是 這傢伙 是犯罪者 但是 要我殺人嗎 那我就變成犯罪者 那我就不會被這個社會認同 就算你的朋友在你面前 現在不是我不夠他 系統不夠他 應該說 其實朱姐 我會定義為他是一個偽善者 去到最終 我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偽善者 即是說到很正義 但他實際上又跟著系統去走 其實不完全是 這個可以最後再講 最後一段時間 我覺得朱姐 滲肚 和搞恥 三個人其實都是伸張他自己的正義 那這個 這個是最後一段時間 當然我有些事情要維護朱姐 我都會覺得 而且朱姐這個地方 我覺得已經帶出了他 已經很依賴那支槍 他全部人都很依賴那支槍 除了槍之後 他就不懂 不知 或者不懂用其他的方法去 怎樣去對這個罪犯 這個感覺 其實阿神島是給了一個選擇他的 你地下有支槍 你不准我一射 但最大的問題 他有支槍 他懂不懂怎樣用這些槍 他其實應該 因為他這樣的學習過程 他應該不會用真槍 尤其是舊式的列槍後座力那麼厲害 那也是 那也是 這個 這個是 另一些物理性的問題 其實要省他的 但是在這個 概念上來說 我其實已經有得給你選擇了 你是可以 有兩發的機會殺死他 朱姐在這個位置 我首次就是 你有選擇權 你選擇怎樣去執行 你心目中的正義 或者你心目中的法 是什麼 而 朱姐 為什麼他會不停用一支槍 去對著神道 就是說 祈求就是 麻煩 一百以上 一百以上 但是 他看到就是越幹越得 其實這個 這個處理是很正的 就是說 神道不停發表他的遺論 而就是說 這個遺論 在我們的眼光 我們神事點的眼光 其實他沒有說錯 其實 某程度上他沒有說錯 不過因為貼住的人 你會覺得他奸 但是 他說的話 在一個 高層次的神事點 看下去 他是沒有說錯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要以自己的意志去決定 喇叭是殺人 而 這個數值不停降低 而就是 朱姐為什麼不停地說 他說了這句話 是不是錯呢 就是說 系統 在那個位置 會覺得 其實系統 覺得他沒有錯 其實 你應該拿著一支槍 你應該是你要自己選的 現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很正的 追了一跌到零 是不是 對 追了一跌到零 其實我是相信你的 其實 System說 被他殺了 是要死的 被他殺了 當然你說 如果 如果不是虛圓寫的 女主角的朋友應該沒事的 但是 在虛圓手上 I'm sorry 而且他殺得這麼漂亮 那就玩完了 謝謝 最後一會見 他們覺得 咦 救了他 刺咬救了他 咦 沒事的 然後 抓了他 你錯了 什麼叫絕望 在希望之後 什麼叫絕望 明不明白 對啊 啊 林也的理論 先給你希望 然後再踩多你一腳 哇 真的 你不熟悉 其實 之後 阿朱姐 其實都是 一直在說 是我的錯 應該這樣 那種是迴避機制 心理學術來說 是自我防禦機制 一些愧疚感 會令自己覺得 其實 我知道我錯了 他當時應該要這樣做 應該要這樣做 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他 變成了他產生了後悔的心情 當然沒有影響到他的價值觀 但是沒有影響到他的價值觀 這個是最初 你會看到 朱姐的某一個性格上 我可以說是 不可以說是缺陷 他是認同這個社會 他是認同這個社會的法 其實不算很準確 不過都是認同的 都是認同的 那這一節 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 講完後半節的劇情